朱元璋路过一四秒,只见墙上写了一首诗,他读完之后立马要杀人。 满天神佛之中,最和爱亲切的,就要属大富便便的弥勒佛,他的样子深受民间喜爱,一副胖胖的身躯,端坐在天王殿中,一个大圆肚子十分惹人注目,弥勒佛手里攥着珠串,眉开眼笑地望着众生。 最初,弥勒佛跟随宗教,被传入中原大地的时候,并不是这符合爱可亲的形象,而是十分庄严,完全不容侵犯的模样。 早在西秦四到五世纪时期,甘肃炳零四石窟,已有弥勒佛像的绘制,早期的弥勒佛是根据弥勒上圣经和弥勒像绘制,雕塑的,形象有菩萨和佛两大类。 在印度地区,弥勒佛头顶满是卷卷的小戏,体汗风影,耳朵搭在肩上,却面无表情。 这跟我们印象中,笑容满面的弥勒佛完全不同。 在西游记中,弥勒佛的形象十分喜感,又被称为不带和尚。 师徒四人在路过小雷音寺的时候,撞见由弥勒佛坐下,童子扮成了妖怪,引来了一段劫难。 那么,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,弥勒佛的形象,跟印度本土大相径庭呢? 其实,中国画的笑容弥勒佛是经历了一段演化过程的。 弥勒这个词实际是菩萨之称,距离真佛还有一段距离。 根据印度典籍记载,弥勒生于贵族家庭,家境显赫,后来信奉佛教,做了释迦牟尼的徒弟。 后来,就被佛祖授与印记成为未来佛。 弥勒修炼有成,优先释迦牟尼飞升到兜率前。 这个地方在西游故事里,是太上老君的先父,在佛家典籍中则是弥勒的住所。 据说,在这里度过二十四小时,人间会经历四百年,释迦涅潭四千年,也就是人间经过了五十亿年后,人间将会发生连续的灾祸。 届时,弥勒佛会从兜率先中走下凡间,在龙华树下继承释迦的事业,传颂佛法普度众生。 随着弥勒的到来,人间将会充满光明。 也正是因为释迦牟尼的预言,弥勒就此称为未来佛,而我们中国人印象里笑容满面的布袋和尚却另有其人。 他是五代时期的和尚,平日里喜欢扛着长竹竿,竹竿的末端,又挑着一口大布袋。 这位布袋和尚长得又矮又胖,相貌十分离奇,环生有一个圆滚滚的大肚子,平时笑呵呵的四处布袋和尚见到东西便讨要,满嘴雨无伦次,困倦的时候倒地就睡,如吃傻一般。 偏偏是这样一个奇人上之天文,下小弟弟,每逢阴雨天气,便提前穿好布鞋,天气造热时又穿上木鸡,之后, 人们都以他的穿着作为测量天气的标准,甚至,这位奇僧还会不算吉凶,常替人驱除协会,规避灾祸。 这位僧人元祭石,来到一块石头上盘坐,并说出弥勒的寄语,随即安然作画。 至此,老百姓们这才明白,原来,这位非同凡响的和尚正是弥勒佛的法外化身, 大伙妥善安葬了这位转世弥勒,帝修建了弥勒安,前来尽奉香火的信徒极多, 我们耳熟能详的笑面弥勒的形象,就是出自这位布袋和尚。 虽说如此,但是,布袋和尚跟正统的弥勒佛,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 历史上,常有人通过如痴四颠的布袋和尚来讽刺统治者。 朱元璋披上龙袍后,将曾经的功臣杀戮殆尽,用最残忍的手段, 肃清了朝廷里的反对声音。 在这一过程中,朱元璋本着宁杀错不放过的原则,造就了许多冤案。 某次,红武皇帝朱元璋出游,来到一座空无一人的破庙跟前, 发现里面空空如影,只是墙壁似乎画有什么东西。 走近一看,原来是个布袋和尚,旁边还有首诗, 这首诗大体讲的是,世界浩瀚无边,通通都装在袋子, 但袋子不能只装东西还得往外放,所以,袋口一定要放宽些, 其实,这句话正是在讽刺朱元璋,让人喘不过气的高压政治, 墙上墨迹为干,朱元璋仔细体位失去后大为光火, 当即命人带过涂鸦之人,可是,那个家伙早就没了踪影, 中国的宗教信仰通常都具备实用性, 而我国本土的校面弥勒佛还比印度庄严肃木的版本更具亲和力, 所以,在我国校面板弥勒佛在民间广为流传,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老百姓们开始传言, 只要去庙里摸一下,弥勒佛圆滚滚的大肚皮,就可以消灾结了, 于是,老百姓们纷纷前往府, 从这可以看出,弥勒佛是非常乐观豁达的, 否则其他神明被人摸了肚子,那还了得, 民间还有中无子系弥勒的造像十分有趣, 就是一群胖娃娃在弥勒佛的身上爬来爬去, 跟弥勒玩闹,传言, 祭拜此相可保生育无忧,随着时间流逝, 如今,转刻着弥勒佛的工艺品, 早已进入我们的生活中, 许多人家都有关于弥勒佛的摆设和挂戒, 在老百姓心里, 与其说这是一位司长, 来生的神佛, 倒不如说, 他是平安喜乐的化身更贴近生活, 弥勒信仰传入日本, 是通过朝鲜半导作为中介的, 百计国王曾把弥勒佛像赠给日本天皇, 在奈良、平安时代公元710年的1185年, 弥勒寺的建造已经颇为盛行, 且分布地域很广, 发愿往生都率内院的僧人, 则如雨后春笋, 以南都六宗僧人为主, 尤其是日本研究英明的学者, 大都仿效日本英明开山祖师松油善主, 发愿往生都率天内院, 参考资料, 布袋和尚, 布袋罗汉和弥勒菩萨, 是不是同一个人, 弥勒佛在中国?